把它放在这个地方 那么就会提升整个的 恒生 我們所說的這個財運 財運猛鬼 國稅局嗎 什麼 你看摸摸他哥是嗎 什麼樣的神奇法寶 可以讓賀一航免於漏財 不受債務之苦呢 海綿老師 會不會照人意識過 他們這邊祝福了 跟政府要求做一個隔音版 整個的氣流 風刀是往上衝的 反而是一條龍 所以這個有提升 雲的弱勢嘛 腰力跟衣 你的意思是說 只要 有時候大哥就會壞了 什麼幹嘛 你就在的 窗外的煞氣 也能化胸為己 讓男主人隨即變成一尾活龍 有什麼事嗎 有 有 張老師 靠中島你 你在那邊曬水晶 不是 這是聲音嘛 不是 你靠中島在曬水晶嗎 端午節快到了 不要曬了 你長班了 你要打黑色囉 為什麼要在 為什麼要在曬水晶 端午節是我們中國人說 陽氣最旺的一天 5月5號 對啊 那天如果我們自己 5 5 我們把那天那個金洞有沒有 所有家中的礦石 拿出來在11點到1點的時候 去做一個陽光的普賽 有一個去除不好的運氣 對啊 剛好那天下雨呢 至少要見光 在窗內見光是最好的 同時那天下雨 也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 因為 就是要趕快把衣服拿進來 萬物行 不是啦 不是這種鎖碎的 不是 端午節的雨水 河水 井水 我們稱為那天的叫做 五 石 水 古人都拿它來 洗頭 洗臉 泡茶 釀酒 甚至於做很多很多的 開運的作用 你一講太陽都出來了耶 謝謝 所以不管是大太陽 或者是下雨天 端午節那天就是好日子 就是要做法就對了 不是做法 就拿出來曬就好了 或是拿水來洗澡 祈求好運 拿水來洗澡 剛剛說洗澡洗頭 我怎麼會掉光 而且現在有多詭異 現在太陽變大 然後竟然還可以下雨 對啊 太陽雨 兩邊都來 你剛剛講的兩樣都來 對 所以這個時候就是要做這一些 讓自己的那個 增加自己的運勢 非常重要 那要念什麼嗎 不用 因為它本身就是一個 開運的作用 它跟神明比較沒有關係 提升居家洋才的洋氣 所以 這是在我們吃粽子之前就要做 還是 隨便你 你怎麼都跳脫 大家對端午節的印象 因為端午節就是看 滑龍舟比賽跟吃粽子 但如果我邊吃粽子邊晒 會有帶來什麼衣服嗎 不會 主要是 就胃會給 主要是11點到1點 這個的50 那個50陽光 50的水 都非常地旺到整年的運氣 太好了 所以這招要學起來 因為端午節快到了 不只是要訂粽子 然後做一些硬頸的事情 其實也可以把家裡整年的運勢 先儲藏那個能量 沒錯 但是很多家庭有很多的 金洞 礦石 寶石 在這個端午節前 我必須告訴他 放對地方 上天堂 不是 你剛剛有蟲 真的有一隻蟲 你剛剛有蟲 咬你了 這好像有蟲 對不起 我是因為剛 我剛剛快要咬到你的脖子 我嚇死了 沒有 所以每一家 所以每一家的石頭 在端午節前 必須要做一個 吸收陽氣 跟我們所說的 去除不好的 陰氣的一個動作 今天的委託人 是資深藝人賀一航大哥 近幾年運途不順 不但負債累累 健康也亮起紅燈 希望藉由風水走出低潮 而他家放了很多水晶 不過你知道 水晶放得好 帶你上天堂 放錯地方 可是會讓你一敗塗地 待會老師 就要教你如何正確運用水晶 嗨 大家 大家好久不見 嗨 好開心今天可以來你家 我們早好久 開車就開了六個小時 對 我正丟 我正丟是不輕易曝光的 因為別人住豪宅 我真是豪宅 豪宅 滿恩的 但是因為這個地方 為什麼讓你來拍 就是說 我希望 我希望 讓國稅局的官員看到說 我真的滿窮的 就是說我們就是很腳踏實地 我們也是該還還會還 但是就是要給我們時間 因為其實這個地方 我覺得最好的房子 就是很溫馨溫暖的窝 所以可以感覺出來 就是有這種很溫暖的氣氛 只是簡簡淡淡淡的心情 你們也不要講微信論 因為我知道我 進來連累的情況 能不能那麼擁擠對不對 不會喔 小禎的家伙 那時候小時候 他小時候的時候 我到他教學的時候 那時候他爸跟媽買那個房子的時候 哎唷嘛 這個地方好嘛 很荒涼耶 那邊都是 都慘嘛 對… 就現在一看 怪怪 怎麼變這樣子 真的啊 他媽媽真厲害 對 他也有眼光 不過沒有 我們之前也看過很多的地方 也就是簡簡單單 可是風水只要一改 說不定國稅局那些人 就實質而已 有沒有 我做什麼 你是說那張單紙 就莫名其妙就飛走了 對 就是可能郵局 可能找不到地址 或什麼的 講不到啦 你很好笑耶 我今天最好是 就要來協助我 要取衣服 看什麼地方需要改良一下 改進一下 但是我改良任的地方 是移東西 是移東西為主 要什麼拆這個 不會… 你做的大工廠 我反正不用了 我個人最反對 敲門打牆 或是我們所說的大新土木 那就不叫做頂尖的風水師 雖然我還沒到頂尖 可是我會盡我全力去做 是… 基本上我們說 屋外有富山櫃水 但居家也有山跟水 這個櫃子也是山 這個櫃子也是山 你的沙發 跟你的桌子是水 那麼白色不對 整個路就不對了 對 你會以為大哥大中的大哥大 就是… 你把這個山來到這裡 有點重複了 因為其實這個是… 避免了穿堂風對不對 沒有直接看到外面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賀大哥裡面 有非常多的收藏 就放了很多這些金洞 你看這麼好的一個金洞 既然放到這個地方 就彷彿他這麼俊俏 這麼有才華的人 就要困在這個山區裡面 而且還加上了這個 這個也是一樣 這樣子 這個就是我們說的一個阻礙的山 你怎麼會這樣說 你沒看到上面是什麼 這個賀大哥這一次 很榮耀的一個角度 你看金鐘獎 主持人獎耶 對啊 謝謝給我們風水有關係的支持 跟你無關 謝謝大家 我們主持人沒有抱你 對 謝謝大家 我們… 快繼續努力 我們主持人沒有抱 我真的… 這風水我真的不懂 就是說你看要怎麼樣子 能夠改變一下 越是… 越是不懂 我希望照我的專業來跟你做 所以那玄關的部分 就是要把它山移… 第一 這座山已經是一座山了 對 我們要把這座水晶山 做更好的放置安排 那麼使它更加分 那這個櫃子要有 第二個 我們進來的地方 太窄了 太窄了 那我們進來的地方 一進門就看到了 廚房 廁所 臥室 如果把這一座可愛的山 放在這個地方 把那邊擋起來 橫著放這裡 所以你就一直走不進家裡 對 因為你走進來 就只剩下這一條 每天都要這樣 對啊 所以走不進家裡怎麼不行 你把這個轉過來之後 有沒有 那麼我會因為這個的山 我進來不會看到 廚房或廁所 那麼轉過來之後 我會直接先看到客廳 對 才看到餐廳 才看到我們所說的 廚房跟臥室 那你就把這個移過來 這個廚房移過來 對 像客廳就是一張臉 我們一定要看到這個人 先看到他的臉 再看到他的餐廳 再看到他的廚房跟廁所 廁所在哪 因為他剛剛那個 廁所在哪 廁所 所以就這個一條 不好意思 叫懵 不是啦 自己大哥嘛 他可能 不要牽手嘛 很快 很快耶 我對他 你先弄著我都講說頭髮 我對他的崇拜跟迷戀 已經有辦法改變 我們都是 因為你這個的板子 彷彿是把一個臉遮住了 對 是這個意思 我是賀一行 跟他界面都是用這個遮住了 這是一個 像宅如像人 是一個錯誤的板子 而且這個通道太窄 讓它能夠更康莊 更好 所以其實如果放過來這裡 等於是一個小動作 又增加了 對 避掉很多沙子 對 所以就變成富山 水陸好 貴水 先堂 後山 是耶 再造 再霧 你關你 這樣就改善了好多 對 你是不是 我覺得還滿 還要有一點有錢的感覺 口袋有點重 還沒發生感覺運勢 就開始忘了 就是這樣 至少要繳碎的話 也比較順 是 也比較空 比較能夠寬裕一點 對 空間不大的玄關 盡視堆放雜物 嚴重阻礙運勢發展 此外 一進門就能夠看到 兩個房門的開口 也容易露財 但不要緊 有拔必有破 只要把鞋櫃轉向 讓玄關變得寬敞 同時也遮住廚房和臥房 只要一個小動作 存款就能變多了 現在是走進來 我們客廳 客廳 客廳 雖然小小但是很氣派 很有質感 是 你感覺上這個客廳 好像缺什麼東西 往正面思考的話 這客廳採光非常好 對啊 包括我們風水的冥廳暗房 對 客廳在訪男主人的個性跟想法 所以它一直走向光明面 對 走向一個陽光面 這是加分的 而且客廳是方方正正的 並沒有所謂缺角 對 所以它心中的缺憾 它心中的缺都慢慢的會彌補過來 可是只要採光一好 就沒有彩位 採光好 採光好 但是還是有的會有彩位 只是這間可能彩位比較弱 衰弱的彩位 導致客一行手財不易 平平之初 大家都知道 標準的L型彩位 必須雙臂張開 才能擁抱錢財 但它家的兩個都不夠大 到底要怎麼防堵漏財呢 神奇造山術 漏財也能變招財 中國人喜歡造山造水 宜山宜水 所以我們把剛剛的 把它放在這個地方 對 那麼就會提升整個的財氣橫生 我們所說的這個財運文貴 喂 國水局嗎 什麼 你放過大個是嗎 來到賀一航家 發現兩個財位都不夠強 到底要用什麼方法 才能夠讓口袋變深呢 無論四十五度腳叫主財位 另外一個四十五度腳叫刺財位 那整個都是見空見光了 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不可能敲牆打門 我們不可能再砌牆 不可能讓客廳變成陰暗 所以中國人喜歡造山造水 宜山宜水 所以我們把剛剛那個 大的金洞有沒有 把它放在這個地方 對 而且剛剛好 我也是 那麼這就是以後 高一寸為山 低一寸為水 高一寸為陽 低一寸為陰 在這個金洞裡面 再放上真正的銅板 銅板 代表現代財神 那麼就會提升整個的財氣橫生 我們所說的這個財運文貴 很快放過啊 賀大哥 你現在需要什麼 我現在就要放了嗎 要放 要放滿膩的 對 對啊 現在能馬上做就馬上走 來 我做小弟的 會不會很重啊 不是 很無法搬是不是 小弟 小心 重喔 很重啦 小心 哇 他看到了 賀大哥 漁工移山的精神 真的是漁工移山耶 對啊 還重的啊 真的要拚了 我買了這塊石頭 就放錯了 買了沒有錯 就放錯了 對 放對位子 它讓你的運勢會加倍 再加倍 然後銅板 來 趕快銅板 來 銅板 來 為什麼 我怎麼知道 8塊錢 有8塊錢台幣了 有 上8塊錢台幣 所以大家在家裡 也可以這樣做對不對 當然 我們可以在半年後 在看賀大哥的財務狀況 這個有做保證 有 8塊狀況 有的是自比嗎 可以放168嗎 168也可以 這樣不用放到那麼多吧 8塊 20 暫時放8塊 好 好 8塊 好 喂 國水局嗎 什麼 你動過賀大哥是不是 什麼 你快 有這麼快 不是 你應該是 喂 有帶銀要找賀大哥 多少 500萬 我馬上接了 壯陽的你可以嗎 喂 沒有那眼鏡 壯罰 有錢就要賺 所以搬過來這邊 半年之後再看看 而且這個水晶洞的型 是方中帶圓的 叫做金型山 金型山 什麼意思 有的金洞是尖尖的 叫做火型山 有的是長長編編的叫土型山 這種方中帶圓 其實是最聚采的 真的假的 所以觀眾朋友要挑 也可以這樣挑這種形狀 方中帶圓是不是 方方圓的意思 如果說這個人的工作 可能比較需要熱情的 可能營業場所是屬於 舞廳歌廳之類的 如果用尖尖的 火型的金洞 火再把熱情 那招待賓客 和熱情洋溢 柴位後有窗 或是45度角的遊行 沒有雙臂張開的距離 都會守不住柴 這時候 你就可以擺放金洞 以藏風納氣 入門的柴氣 便不會隨之溜走 而除了金洞 賀宜行家 還有很多水晶 水晶能夠帶柴 放錯地方就是把柴往外推 你家也有很多水晶嗎 到底要怎樣不浪費 完全發揮它的效用 金洞的形 取決的條件很複雜 我們不如以顏色來跟大家講 用顏色剛好講是不是 空有這麼好的這麼多 所以賀大哥 是你自己在收藏的 還是JULEY姐喜歡的 就是我老婆她說 不想要怎麼擺的 隨便擺五個樣吧 它是五 就想用五行的方式是不是 這個到底有沒有什麼 什麼點鍋什麼樣的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每一個金洞代表財富的意思 當然我們會選最好的石頭 那麼從石呢 它放在任何個地方 都代表財山作手的意思 你不要看它小 它就是一座山 但它這個五個顏色 紫色是代表什麼 我來跟大家做簡單說明一下 如果針對顏色的部分 因為這個叫做西方金 這個放在客廳 可以忘到男主人的財運 這是通論好不好 通論 如果說我的書房 希望能夠讀書 循序漸進考運亨通 因為考試不可能突然考好 錢財可以突然財運 快運寶進 真的可以 那這個綠色的 就放在小朋友讀書的地方 開智慧的 循序漸進 木的個性代表客戶 代表成長 放綠色的 綠色的好漂亮 很漂亮 那一般人會講說 老師 那粉紅色是不是代表愛情 對 桃花 除了放在臥室之外 因為照為火 火火相生 如果廚房想放水晶洞的話 水晶球的話 以紅色粉色系為原則 那麼讓你的照火能夠熱絡 讓你催事能夠順利 讓你在這方面能夠滿足全家人 那麼開火 開火的機率高 火火相生 那麼全家的食慾好 也代表有加分的意義 很健康 其實我們一般不是都放在臥室嗎 對 臥室因為臥室說 夫妻感情 需要熱情啊 臥室 夫妻的感情要好 叫做紫色黑色的 代表柔情似水 水代表柔 夫妻抱抱愛愛 請素心事 不能太剛強 以這種藍紫黑 來反射夫妻的感情的調整 和諧是加分的 所以這是放臥室最好的意思 對 破黑了 破黑了 對 破黑了 所以顏色的水晶洞 取決於你放的櫃子的格局 差別很大 所以現在這五顆 可以放在這裡嗎 所以現在這五顆 就是只有白色能放在這裡嗎 沒有 有人說老師 那我們每個家的小朋友的生肖 會不會有產生上的衝突 所以放五種顏色叫五行開運 通通都能夠納這個柴氣 吸這個好運 假設如果說 老師你之前說過這個金 是屬於利道 有望道 屬猴跟雞 猴跟雞 對 猴跟雞 那如果這個客廳的主人 他本身如果是金木相克 他如果屬老虎跟兔 會不會不好 沒有所謂的不好 只是沒有那麼加分而已 所以大家不要擔心 它不是一個炸彈 也不是一把刀 它只是一個 其身好運的水晶洞而已 就算跟你的生肖相處 只是沒有那麼好加分而已 大家不要害怕 好 所以要跟自己的生肖搭配上來 就是好上加好就對了 對 先把顏色擺的格局 都第一考量 第二個再以生肖相克來做考量 所以香蕭大哥 現在全部就是放在這裡 就可惜掉了對不對 他就沒有辦法每一個在適當的地方 發揮更好的能量 因為他以主人的磁場為優先考量 他是男主人 所以五行開運對他來說 又在這個龍邊 這客廳龍邊 所以對他是百分之百的加分 所以就是說大嫂 把所有的好的都給他 自己卻是一面冷冷強的 只有一個勾子 沒有金也沒有勾子 只有勾子而已 一個勾子叫勾子嗎 勾子 勾子我一樣 對 把你勾子是最重要的 所以大嫂那邊可以放什麼加分 因為虎邊嘛 要聚財嘛 後面要有靠 所以放個小的山水化也不錯 讓他的通告 讓他的這個事業也能加分 我也要換一個虎 虎虎虎那就糟糕了 沒有 要放在太久了 山水化 山水化 講了那麼多水晶 你知道要怎麼放了嗎 不同顏色的水晶 可以放在特定的地方 提升運勢 但不想要這麼麻煩 全部放在客廳 五行相聲 則可增加整體運勢喔 可以看出賀大哥其實是平常還滿浪漫的 你看在客廳就掛著這一幅結婚照 對不對 簡單啦 就是表示我們現在已經有家庭了 對 實實檢定自己說千萬不要再到外面去 花天酒地什麼的 對 每天坐在這邊看電視 你就可以看到這樣 對 耶穌會看著我 對啊 真的很讚 所以你現在對自己還滿嚴厲的 賀大哥 我現在算是一個公務員一樣 真的 每天早出晚歸的 然後 認真工作 認真工作就是這樣子 嗯 你現在自己有什麼心願嗎 心願是吧 希望能夠平安 然後大家能夠 呃 怎麼講 這講很噁心的變 沒關係 希望大家都能夠平安 然後希望我的工作能夠更多 更多 賺了錢能夠更能夠 呃 讓一些需要 需要拿我這些錢的一些單位 哈哈哈 對 然後他們也拿得很爽 我一個 我一個人輕鬆就這樣 他們拿得很爽 好一回喔 對 對啦 其實就是很簡單的生活的要求而已嘛 對不對 也沒有什麼很大的那個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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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其實年紀到了啦 嗯 就是像以前 差不多二十年前我們很衝對不對 可是那時候機會很多 不會把握 現在呢我們很熟 機會比較少 很奇怪 人生就是這樣 所以說在這邊呢跟大家呢 稍微勸告一下 就是說 當你們再有機會的時候 一定要把握住 真的 人生機會可能只有一次兩次 運氣好到有三次 可是呢 沒有那麼每天都三次的 沒錯 所以說你要把握住 好 好 大哥呢給大家的那個鼓勵 是 可是他剛剛在講這一段的時候 我一直忍不住 要看到後面那個羊 蛤 你看 大哥 講說他心裡面小小心面的時候 你卻忍不住要澆到一盤藍水 對 所以這個梁 這個梁是怎麼樣 我不懂 因為這個梁整個 這個基本上 它這裡並沒有梁 它是加了一個那個 間接照明的板子 對 裝潢 天花板 梁的話是說 跟天花板整個成為實心的 一個直角的 它是凹進去的 所以不算 所以這不算 應該說是一個安全的板子 保護它的頭 哦 間接照明的梁不是梁 千萬別再庸人自擾 但此時 老師卻隱隱感到不安 這個客廳經過 我們很用心的調整完之後 風水上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 哪 怎樣 什麼 怎樣 窗外 窗外很漂亮 一大片的這個樹林 是不是 它是一座山 你看又有靠山 真的耶 然後中間有花園 你都沒看到嗎 怎麼樣 很大的問題啊 哪裡 你看 究竟窗外煞氣 會造成什麼危機呢 賀一航化險為宜 也是一塊花龍 還沒有 會不會造成印刺過 他們這邊住戶 有跟政府要求 做一個隔壁板 對 整個的氣流風刀是往上衝的 反而是一條龍 一條龍 所以這個有提升 很辛苦 這個客廳經過我們很用心的調整完之後 風水上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 哪 什麼 怎樣 窗外 窗外很漂亮耶 一大片的這個樹林是不是 它是一座山 你看又有靠山 真的耶 有問題耶 然後中間有花園 你都沒看到嗎 怎麼樣 很大的問題啊 哪裡 你看 你在問什麼 它只是休息放個風而已 這有什麼問題 好啦 其實有很大的問題 因為就是剛好這個柱子剛好卡到你們 對 這大片你有沒有看到 這是這一面很強 避刀是吧 對 可是這個已經這樣子了怎麼辦呢 對 這個應該很難改吧 都是我不好來太晚了 應該再蓋房子要來了 恭喜大家不好來太晚了 對 一折喜 這邊是綠意讓它 充滿 生肌的一個生靈的一個造景 嗯 非常的欣望它外出的運勢 對 一折憂 好朋友也有 壞朋友也有 好壞朋友也有 好壞朋友也有 所以這叫做 壁刀 嗯 可是呢 壁刀可以化解 就他們家有這麼多的驚動 對 其實拿過來之後 這裡放個平台 嗯 把驚動的內側 向裡面 那才吸氣 嗯 驚動的背面 就類似我們說的死感當 用它這個驚動的背部 像三倍的意思 能夠頂這個 我們所說的壁刀 那麼就是 一物兩用 化解了更多的殺氣 哦 那如果壁刀一直不處理的話 會怎樣 呃 這是窗為眼 門為口 如果開門見壁刀 口舌是非 如果開窗見壁刀 就是眼睛小心輕微的眼睛 或者任人不清 或焦躍不深 對 所以還是要處理 要不然你可能會有一些 不好朋友的印象 要不然你可能會有一些 不好朋友的印象 對 對 對 會眼壓很高 對 所以其實自己放一個驚動 就可以解決了 對 那沒有驚動呢 有人會在這裡要放一個 魚缸 魚缸除了去形除沙之外 轉進刀為動態的魚的生活 等等的 那麼就是說 魚是不是悠有自在 對 你看出去是不是一個掛像 哇 魚這邊有自在的油 就充滿了生機無限 嗯 而且魚缸的那個水缸 是一個反射的一個動態的驚動 也是一種能量 窗尾眼 窗外有鑄刀 除了容易造成眼部疾病外 更會讓你世人不清結交到壞朋友 一在窗前擺放驚動 驚動背後的石頭 就可以成為靠山 或者用魚缸反射煞氣 都可以化解鑄刀煞哦 而解決完客廳的問題 一行人即將來到 代表女主人運勢的廚房 廚房 廚房放水晶也能抓好暈 這個廚房是小而美小而精緻 我們給這個廚房85分 董老師你剛剛有講到說 像這種紅色金凍紅色金凍 可以適合放在廚房 那可以放在哪呢 我先解釋一下 金凍本身是石器 石就是土 本身火燃燒產生土 這是屬於燥 對 火土不相出是相生的 放這裡絕對沒有所謂減分 第二個 如果我們放在它的這個地方 柴味 冰箱就是我們說的柴庫 如果放在冰箱的上面 當然大小大家都選擇 所以就增加了我們說的 鹹柴運的精神 所以這樣開冰箱的時候 會不會滾下來 要往裡面掉下來 不是 要往裡面這一點點 所以他還帶乾坤到開冰箱了 對啊 因為開冰箱的時候上面有時候 如果有東西的話 會不會腰動嗎 把上面堆整理一下 好 這個重點來了 原先的柴味 雜物恆生 因為金凍放進去 他反而把這個雜物清掉了 其實有一種另外一種 委婉一種更好的建議 對對對 如果不是放金凍 大家真的會亂堆東西 對 他其實反而有種 避免柴味雜物恆生的樣子 你看你們這節目真的不錯耶 你看有很多這個很專門的東西 我記得都是詹老師在解說你 謝謝 這個廚房 廚房集會那麼大 對 難怪你們節目收視率那麼高 這樣 喝大哥感覺好像在做結尾 對啊 已經不能在經營房間了嗎 我沒有人在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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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好像已經不能在看你的地方 不要這麼說 我沒有人在看完 你們要看一看你握手 對啊 這時候讓我們可以來握房 不是 我是想說避開這一段 一定要看嗎 這樣才會知道你的財運跟方面 偷偷的了解一下也不錯啦 哎呀 哎呀 我現在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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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拍一次 哇你看他這邊又擺這些 都有在 哇 那大哥平常真的 還有一點吃紙之心 對啊 在玩麵包超人 那個明明就是鹹蛋超人 我剛剛說什麼 麵包超人 來 這個就是我們的這個牙房 裡面氣場感覺很好 我好喜歡這個房間 其實一走進來覺得很舒服 其實還可以更好 真的嗎 你看我們剛是不是進來的時候 是不是進門見側 對 那對於南京主人來說 容易有破財難側 那我們也不能敲門打牆 所以我把這個布演送給何大哥 一定要金色的嗎 金色 金碧輝煌 開門見金 金這錢的意思 希望你很小心的把它掛上去 好用心喔 我跟他的崇拜 不是靠嘴巴 你怎麼這樣啊 你幫人家掛好不好 我這是 你這個猜一下哪的拖酒型 來 把它弄下來 很像耶 很像耶 你去車程這樣 很漂亮耶 這一個布 對 所以他們就沒有所謂的進步 所以如果大家的那個套房裡面 就是有進門見側的話 你的主臥房 就是一定會有廁所 對 所以把它 那就把它遮起來 掛在這個地方 你好像這是 這好像是兩門耶 掛在這個地方 你還那麼長喔 對 這樣子掛起來 哇 而且過膝蓋喔 哇 你掛這樣還要墊腳喔 不就是掛這樣耶 練得很辛苦 這樣 其實到時候就這樣掛就對了 對 那麼我們就不會納這個廁所的湊氣跟濕氣 喝大哥 喝他良好size 快來啊 對 他沒有良好 而且喝大哥這樣輕輕鬆鬆就好 那所以到時候 就手夠了那麼一聲紙 就已經摸到 然後在他 那老師這樣 好冰喔 好啦 我知道 等一下這就我來處理這個事情 好 那 你摸發票了 那個喝大哥要去推換我 推換 應該是七日內都可以換吧 所以搭桶邊搭桶都要點家 好 沒有啦 其實這個房間 我比較會有一點意見就是 因為旁邊是捷運站 是捷運站 會炒耶 就是好像感覺上有那種 當然我們氣壁常常一關起來 是沒有聲音 可是這樣會不會造成認識過 一旦能夠陷入一個錯誤的迷思 對 就是這種高速公路 快速道路或捷運 如果沒有加這個隔音板的話 那麼它車來車往 一股風道會直接逼到我們窗裡 那他們這邊住戶有跟政府要求 做一個隔音板 對 整個的氣流 風道是往上衝的 而且噪音減到最低 加上氣密窗 那麼就 我們反而是一條龍 一條龍 一條龍 一般人既定印象 住家正對高速公路 快速道路容易產生壓迫 究竟門前有勾架道路 對運勢的好壞會有影響嗎 如果說我們睡這個床上有沒有 對 睡床上 左青龍有白虎 對 龍要凍 龍邊要有水路 要有陸路 要有車 來 車水馬龍 陸就是 陸 大陸的路 陸 水 馬陸的路加一個大陸的路 馬陸的路 再加海陸的路 對 一個是水路 一個是陸陸 都會填陸陸呢 不是啦 你會給他朋友 對 所以其實你不要把它看成是減分 反而是加分的 那是沒有遮那個板子 風刀噪音 就 所以其實真的是迷思耶 因為一般我們在看房子的時候 旁邊如果有那個高速公路 因為是遮掉了風景 然後大家可能就不太會選擇那一邊 對 因為有一些老師的確會強調說 住在什麼高架橋啊 或者是什麼 好像每天這樣斬你啊 就說是什麼攔腰煞 有老師有這樣的一個講法 對 就是會讓人家覺得好像是不好的 遮擋畫逗逼啊 你把它遮起來了 去形除煞了 你是說那個捷運旁邊那個遮起來 或是高速公路那個旁邊那個遮起來 高速公路幾乎有遮是更好 對 沒有遮反而也是帶來氣場的混亂 氣要暈 要順 要純 要靜 氣就是風的意思 水就是陸陸跟水陸 你剛在學周杰倫嗎 一直比這一支 大家不要把它視為洪水猛獸 如果這個船尾降放的話 就不對了 反過來的話 背門 虎太強 被虎邊 所以這個有提升您的末式 腰力跟 腰力 腰力臀力體力的加工 你的意思是說 只要今天一開過去的時候 大哥就會 我都更猛就對了 我變變聚人一樣 定時 因為定時都會來一班 這道理說 好厲害 住這邊應該很會生小孩 對啊 基本上 基本盤面是 夫妻房式是很順暢的 基本的 基本面子 還可以增加男女主人的動能 但這間卧房還有一個問題 還沒解決 竟會發生意外招來血光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這隻櫃子都是山對不對 你看 有什麼事 我嗎 我嗎 我 看你幹嘛 這個櫃子擺錯位置 就仿佛是一個 是一個錯誤的擺設 像我人矮可能進來裝到這裡 小孩子可能裝到這裡 可能高的人裝到這裡 像一把劍一樣的 其實你可以試圖往那邊推過去 再過去一點點 這個我可以做 小心喔 它上面那個 這個我可以為柯大哥觸點 好 可以 要到這麼裡面啊 那麼你進來 哈囉 本來是這麼窄的 這樣進來就是變成一個比較康康 對 真的就好像走道變成不會擁擠 這個是陸齊宅落 陸齊區 東西擺太多 身體健康了 宅運會弱一點點 所以 講那麼多 還在幫賀大哥開宅運 當然啊 一定啊 你看 那個柴位 我 我嗎 我嗎 越少了什麼東西呢 就沒有柴位 沒有柴位 對啊 可是它那邊已經遮起來了 它等於是把窗簾都集中在那個區域 把光擋住 就是窗簾的問題 對 如果沒有窗簾更慘 有窗簾的話還可以做一個 長風納氣的作用 但是 其實它有更好的柴位在那裡 因為它是一個 對 它有一個凹槽 所以你看 我們把這個櫃子 要擺去哪 把這個櫃子 塞進那個裡面 塞到這裡 那請問一下它塞進那個裡面 可是它這個櫃子就要 當然啊 你要做取捨 這個櫃子是平常不常用的 對 變成儲物櫃 放這裡 然後這個金洞 來 這個 然後就把這些 所有金洞 移過去放 外面那個比較小的 放在裡面 再把錢塞進去 那麼這個臥室 就有納財的財位 金洞 跟現代的同地的財神 那請問一下 你什麼時候才要把羅盤拿回去 不是 謝謝 難怪沒有安全感 所以只要那個櫃子搬過去這樣就好了 那這個呢 這個就放過來這邊 對 這邊是通道 不要放太大的主要物櫃 可是你不是說櫃子要有抽屜嗎 我現在是把那邊做為安排 放置金洞為主要考量 而不是以置物為考量 如果說要綁保險箱的話 放這邊也是很好的位置 你說裡面 裡面也可以 對啊 那邊也是櫃子 可是當時櫃子放進去它就打不開了 所以但是還是可以把錢藏在那裡面 就是你的純摺印章 然後 好厲害 然後大家又都知道 大家又都知道 我們都不會講出去 對 那我們現在路真是描迫的 所以這個 我們做的梁沒有壓到它的床 整個床又是左右逢源 欲來環擾 後無窗前無門 這房間很好啊 那請問一下那上面是一個儲藏空間 對 儲藏空間沒有說 置物空間 好酷喔 對啊 因為房子小的話 就只好利用這種東西 不會利用空間 不會利用空間 我們的夫妻的運勢看完之後 當然也關心一下小孩 小孩小孩子已經沒有跟我們 就快坐了 他跟他奶奶坐 然後 可以回來我們不要理他好了 不… 他雖然沒有住這邊 可是他的房間運勢 還是會影響到他的運動 所以他偶爾會回來嗎 還是他自己在前面 偶爾從來不回來 真的喔 偶爾從來不回來 可是他很努力在工作耶 看到他他都很有禮貌 而且他非常認真 對啊 我覺得他也是 因為有爸爸的那個幫忙 然後跟一些爸爸的照顧什麼 我看他也是滿想靠自己在 對自己的環境 風水 你要鼓勵他 風水在反射運勢 對 他不要回來不想回來 或不能回來 一定是房間充滿傷心 真的嗎 阿爺 他的命令勢 不要太急 趕快來看看發生了什麼問題 讓兒子很少回家呢 煞氣橫生的臥房 竟會影響親子關係 今天這錢還不錯的 為什麼還不錯 幹嘛 幹嘛這樣子 喂 喂 OK 好帥 今天這起碼還不錯的 帥 這麼醬子 好帥 好帥 不要這樣吧 所以大哥來了 好帥 好帥 其實這個房間還不錯 我覺得它是嘲嘲嘲 它尿急是不是 好 好像撞到什麼 這沒有什麼啊 所以兒子 啊 還有兒子 怕熱啊 還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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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把它拆掉 我連天都六個啊了 把它拆掉 很多啊 我們依然講一個好了 你怎麼回來了 我是第七個啊 它這旁邊撞壁嘛 對啊 撞壁 上面有櫃子嘛 沒錯 這個嘛 筆刀 鴿頭 還有什麼 對 床背後不能有床 對 快睡不安穩 你說這樣 難怪還不回來 難怪不可能 不回來睡也好啦 我們剛剛有講中了嗎 有 幾乎都講中了 真的 都有了是不是 那你可以離開啦 不是 我帶摩 這什麼 我就是把它修正 好 遇到這麼樣的一個格局 床 我如何來幫大家來破解 兒子的床位滿是煞氣 當然待不住家 龍鞭撞壁 影響運勢 重物壓頂 以及床後有窗 都會造成睡眠品質不良 鑄刀煞 更會直接影響健康 這麼多煞氣雙管齊下 其實只要一個小動作 就能夠通通解決了 左輕龍 龍杖壁 當然父子的感情 當然會有一點影響 第二個 上有重物 對 聽說是劍傷送給她的薩薩 反而帶來一個 頭上有重物 像切成沙 怎麼會這樣 第二個 第三個就是 後有窗 風聲 雨聲 陽光直射都不好 再來就是我說的這個鑄刀 勉強到她睡眠的安全感 最可怕的是 無論讀書 做事業也好 盡量不要後面有門 這個也放錯位置了 我覺得她這個是臨時放的吧 因為她也沒地方可以坐 除非坐 就坐床上面梳 其實我們小小的改變 全部都化解掉了 怎麼改 怎麼可能 她的床如果改這樣 可是她就撕出外露了 對 那是你們的改法 我的改法不一樣 你可不可以好好聊啊 不好意思 還是她是你們的改法 撕出外露是你講的嗎 來 劉妹來 不要擔心 剛有兩個窗子的時候 一定要做一個取捨 好不好 這裡做一個平的位置 跟這個切起 把這個床移過來這邊放 移過來這邊放 那麼後面可以放一個金洞 剛做一座山 後有靠 睡到這邊的時候 左青龍 是不是龍洞 虎沒有撞壁 後有靠 前無門 都通過了 再把這個桌子 往那個地方放 哪有空間 有啊 它是對等的 它兩邊對等的 你這邊可以放過來 這邊可以放過去 一定就會有一點撞壁 不是 這個一過去之後 就是它的桌前有門 安全感 讀書做事業 相隔一張 然後就是閃過的那個鑄刀 對 一到七到七到七 這邊做一個 書櫃書架 讓整個床是這樣放過 那麼就非常好 充滿床位禁忌的房間 一用櫃子 先將缺角補齊 化解壁刀 接著再把床置中 達到座右逢圓 然後再將書桌移到門前 化解背後有門 有了好的床位 小孩就會多回家陪陪父母了 第一次 這爸爸也很好心喔 你都沒有等的睡 你再改買雙人床 有時候會跑外這邊睡 什麼 為什麼 最近有什麼樣的問題 想要跟我們分享嗎 沒有 沒關係嘛 怎麼會帶我們一下 沒有啦 你說說幹嘛 我們是被趕出來的 那我們可能會相信 有可能嗎 只要我調皮喔 調皮 這邊調皮是啥 沒有 我覺得有時候就是 分開睡個一兩天啊 小別勝新婚 看到之後 那個愛情的浪漫的感覺 又都回來了 妳在講這種話 我一直想到小鎮的畫面 變這麼高的 妳剛剛一直講說 小別勝新婚的怎麼樣 我一想到她的畫面 就是她的一些故事的畫面 妳在想 我那個已經大別了 那不是小別 那不是小別喔 那是對的啦 妳聽什麼 真的嗎 哭 不是 我說妳看一看 小生不是假的 我跟你講 大什麼 沒有啦 別講 鼻子是啦 對啊 房間這個 其實我覺得兒子大了 可能他現在在外面也在拚事業 不過真的偶爾還是要回來 跟爸爸吃吃飯 對 吃個飯 也不一定說一定要在那邊過夜什麼 沒有要強迫妳 對嘛 我來QK一下嘛 對 沒有 他會回來可以跟爸爸聊個天啊 什麼的 感情才會更熱絡啊 爸爸也可以給妳在演藝圈上面一些建議啊 會給妳一些幫助 他也在反射這小孩的運勢 很多人說我小孩在外國讀書念書做生意 他的房間我保留了 擺設是不是可以亂擺 絕對不可以 那如果說很多人像那種就是小孩出國念書 然後把他房間改成健身房啊 或者 那可能就是 小孩在外國跑路了 對 那就是可能衣景不再還鄉 或淪落他鄉 這樣 或親子緣分會越來越疏遠 因為他在反射你們兩個人的關係 也反射他的運勢 所以還是要幫他保留 當然 那吃飯的時候要幫他多放一副碗塊嗎 那應該多了吧 是不是 這樣還假的 然後他在洗 因為又幫周公平 希望賀一航的親子互動 能夠更緊密囉 而端午節今天到來 這一天是陽氣最重的日子 所以在這天做一天工 比得上你平常做十天工 究竟做什麼能夠開運呢 在端午節的同時 我們中國人的傳統習俗 會放第一個叫做愛草 愛草放在門前或居家 愛草本身的芬芳的這個氣味 有具有消除蚊蟲 驅除這個蟲膜 趕走這個不要的這個 我們說的五毒之外 它具有一個淨化氣場的作用 其次 除了這個愛草之外呢 很多人會在家中的門前 掛這個倉浦 那倉浦本身的作用 它像是一把刀一樣 仿佛一把刀放在家裡面的門前 把妖魔鬼怪不好的五毒 通通隔離於屋外 也是避免居家的人受到傷害 除此之外 我們知道端午節又稱為 玉蘭節 沐浴的玉 蘭花的蘭 什麼意思呢 就在那天 古人會用這個蘭湯來沐浴 也就是利用蘭花是百香之王 利用它的香氣來沐浴 使我們能夠貴氣逼人 能夠更加的有好的事情來傳承 那麼把不好的晦氣